欢迎大家来到灵修分享 今天是11月9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3章7-14 主题是 谁有份于基督女的安息 现在先读经文啦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将在旷野惹他发露 是但他的时候一样 在那里你们的祖宗 是我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恶厌烦那世代的人 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路中起誓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 存着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天 天天彼此相犬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 迷惑 心里就肝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女有份了 当我今天密上这段经文的时候 最后那一节话道 在基督女有份了 一个词会 让我想起耶稣基督 为彼得洗脚的时候 彼得想着不用洗脚 但是主耶稣基督就说 如果不用就和我没有份了 那这里的在基督女有份 又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上文11节 主说他在路中起誓雪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作者就透过旧约的经文 去论述到昔日以色列人 出埃及进加南地的时候 激怒了神 最后他们大部分的南丁 不能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安息 这里所说的安息 也是在后文里面所说 真正永恒的安息 就不是指加南地 所以我们可想言之 照着希伯来书的前文 二章五到十节都是这样说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 神圆没有交给天事管轄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 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尽荣耀女去 可想言之 不过的安息 不是指现在地上 我们恩信神而有的安息 也不是说加南地的安息 而是说未来 神一个永恒将来天家的安息 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与基督有份的人 就有份于我主耶稣基督的安息 是父神应许给每一个信靠祂的人 所以这份安息是我们众人的盼望 圣经说 神在路中 不让那些以色列人进入祂的安息 就是说昔日那些不信的人 不能够进到永恒的安息里面 他们不能够进到这种永恒的安息 为什么呢? 圣经说 因为他们在途中 就存着不信的恶心 这种不信的恶心 最终是会导致他们 在过程当中 将他们认识的神弃绝了 不要永生的神 所以在希伯来书 作者就用这段的经文和历史 圈介当时有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 没有因为犹太人的逼迫 已离弃了永生神 和主耶稣基督 并祂所赐的永恒的安息 所以作者继续用神的话语鼓励 今天每一个信靠神的人 都要好似昔日 面对希伯来书 那班的基督徒一样 有困难的时候 生活遇到信仰挑战 挣扎的时候 无论是昔日的信徒 或者今天的信徒 包括你和我 都要以当时的历史为监 不要像那些在旷野当中的 以色列八成 他们昔日硬着心 他们的心向神不得柔软 因为他们的女头 经常试探神 质疑神 华尔神 会不会赐祂日用的饮食 华尔神 在他们 抗野的路程当中 是不是会保守他们的平安 他们经常试探神 是为着日用的饮食 生活上的艰难 他们明明观看了 神会日供应他们日常的生活 但他们没有仔细 去体会这一切出于神 感谢神 反而因着试探神 不信神 神的历史当中的作为 他们看不明白 因此 这里成为我们很大的提醒 原来神被我们在生活之中 就像昔日以色列在旷野当中 神都有奇妙的作为 而且 是足足有四十年的作为 但是都可以看不明白 所以在这一刻 但愿我们都心里蜜土天上的神 求神帮助我们有信仰的真实眼光 看得见我们每日生活之中 神对我们的恩典 将显的能力 让我们对神 比我们在将来永恒的盼望更有把握 因为我们深信 神每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祂是信实的 祂是大能的 所以将来 将来在基督里面 有份的人 神在基督里面 赐给我们的安息 就是将来的世界 进入荣耀的世界 是必然会成就的 所以当时的作者 勸勉基督徒地说 趁着还有今天 我们要天天彼此相选 所以众圣徒走在一起 有个重要的学习 就是天天彼此相选 尚尚用神的话语 带出在基督里面 真正永恒的安息 成为我们的盼望 好叫我们 越过一切信仰的考验 挑战 不是去质疑神 而是看命 神上与我们同在 祂的大能 必定能够带领我们 经过一切的挑战 困境 因为神答应我们 要将我们在基督里 带进真正永恒的安息 所以我们不要将 昔日的以色列人 他们质疑神 暗中还拜偶像 敬拜虚荒的神 为着饮 为着食 为着每一日的安稳 去质疑神 甚至心里肝硬 不听从神 愿我们彼此相劝 叫我们远离罪恶 心向神游远 认定神的信实 并将来一种永恒 基督里的安息 所以这里这么说 当我们彼此相劝之后 就将起初确实的信心 就是神在基督里面 答应我们的永生 一份永恒的安息 我们在基督里必然得着 坚持到底 但愿主赐给我们的盼望 常常摆在我们的心中 彼此劝勉 好求我们每一个都恩信 跨越人生中种种的挑战 和学习 最终 梦神的应许 祝福 进入耶稣基督的安息 当我今天 灵修完这段经文之后 就有以下的祷告 天父下感谢你值今天的经文 使我知道自己是有份于基督里 所赐的安息 因为我是恩信 而领受主 令我进入将来的世界 和荣耀女的 因此 我当谨慎 常将你的应许 置放在心中 并反复思想 好求我的心明白 和注视着 父神在基督里 真实要赐给我的 永恒之福 是什么 使我 轻看这个短暂人生中 生活的艰难 和信仰的挑战 父神啊 求你用这真理 救我脱离 只顾今生 和福气的目光 好叫我常恩信 看着你 在基督里 赐给我的荣耀 为要得享真安息 天父说 我们要来 清重你的名 因为你叫我们 是在世 存着信心 而得享 安息的神 也叫我们 在圣徒中 彼此以 真理 劝勉 免得我们 有人 存不信的恶心 而利弃了神 以为神所赐的 是无益的 不足以与今世之福 可比 其实不是的 因为你的道是永不改变的 你的永恒祝福 才是真实有益的 愿你在圣徒中 动善功 使我们能天天 彼此相犬 在相交中 高举你的道 和你刺下的盼望 叫我们 忠得享你的安息 祷告和感谢 是否我救主 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今天灵修分享 就到这里了 与我们都是基督女 最终恩信 得享一份 永恒的安息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